因为有Let's Go的这个机会 我们还特地去举办了一个公司 第一次的Team Ronding 我想说哇 不懂上学有今年会不会来 然后结果就宣布来马来西亚 然后我就想 我不管什么配合了 VIP这些重序就对了 2023年即将结束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的2023年 那大家觉得我们整体上 2023年的表现如何 整体上的话 我觉得我比较适合来carry 就是大致上 就是我们公司的整体表现 for 2023年 so 但是before我在bring out这东西之前 我们要先讲 就是我们心意回来了 耶 是后后在那边control ok so整体上就是 我觉得我们今年的话 就in terms of我们的Team 就我们其实是 in a growing stage 然后就是也 grow stronger 就是不只是在skills 还有就是knowledge方面 其实就是in terms of overall我们的culture 我们的system 也变得比较solid一点 就as compared to之前这样子 然后就是 我觉得现在我们in terms of 人员的话 其实我们是在一个sweet spot 就是在一个perfect size for我们所做的东西 就是我们有copyless 我们的主要copyless 就是凯奇 凯威 sintia 心意 lily sissi 然后还有我自己本身 to manage 跟keep整个daily operation going 然后同时我们其实也有 members好像 like Scarlett Denis 阿末 Vivian Alicia to keep我们的整个 production的operation going这样子 算是不错的是不是 算是算是不错 就是至少说我们是在一个 对我来讲 现在是一个perfect size 是perfect size on我们所做的东西 perfect size on我们能够 大展拳脚的 的方面 那其实你刚刚有讲到 公司的运营方面 我们听 是讲 今天公司是 损失了40%的 sales 也不算是损失 就其实我们是 40% behind 就40% behind of 我们2022年所plan下来的一个target 这样子 so 虽然是40% behind 但是我觉得 还不算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至少我有信心 我们接下来其实也是还能够在buck up 在追回我们那40%的那个loss 这样子 那么最主要 其实 什么东西contribute to this 40%的forback 是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比较long term的contract 我们有一个long term的project which is 在今年的时候就drop掉了 就是我们been serving他们for like the past 3-4 years 这样子 then今年他们在一些政策上的变动 然后我们也就这样子被淘汰了 不要讲到这样 不是他们淘汰 我们淘汰的 就 你要讲我们被他们淘汰也好 还是我们淘汰也好 我们双方互相淘汰 但是就其实其实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opportunity for 我们to jump out for我们的covert zone 因为like for the past 3-4 years 我们已经是很 comfortable to work with他们 然后过我们也是属于一个在一个covert zone了 就没有好像concent进步还是什么 有要跳出一个看一个不同的environment这样子 对对对对 虽然是讲说loss了这个contract but 其实 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来今年也是 就是有很大很大的突破啊 就是intelso new challenge 然后过不一样的一些project啊之类这样子咯 有一句话我是很相信的 是就是你当你会得到一些什么东西 你就必须要失去一些什么东西 对对 所以我们因此也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project 就是挑战自我 对对 so就like 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年我们其实尝试了 在之前的podcast 我每次都提到我们今天尝试了很多 不一样的project 就讲到关于这个不同的project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深感其受是这样子讲嘛 就是能深切机会 就比较有experience 因为我是下手去拍的那个人 所以我能feel到那个 就今年又是拍了那种 跑车 又拍了那种就是fashion video这样子 然后还有拍一些product video 这个是我以前一直以来都是想要去尝试的一些project的类型 都没有机会尝试 然后今年就啊 突然间全部都都同时掉下来掉在我们身上 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体验 就是你不用时时一直去拍这同样的类型的东西 那你拍不一样的东西 你的体验不一样 可能你从中那边就是会学到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就是像凯奇刚才讲了 就是有有得就有事 然后有事就有得 然后就是basically 虽然我们就是被挤出那个conference zone了 但是同时我们其实也也算是比较了不同的channel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 甚至我可以这样讲是 我自己本身从开始叠完的话 我就没有太过去想象来 我要拍这样的东西拍那样的东西 就是一直都是比较more on 追着customer跑 所以customer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然后我们一直都在属于在我们自己的conference zone里面 就算我们其实好像我们loss掉这个long term的这个contract 其实我们anyhow我们还有一些customer是会回头来找我们 就是along the way也是一直跟着我们的 就不一定我们只 也不要说只看到我们loss掉那一部分 我们还是有就是大家是all the way 一直support我们的那种 in the way确实就是来 就当然有一路愿意support我们的client 有一路愿意和我们配合的那些我们的referral partners 我们的agency partners 就都靠他们就是来他们的support 我们能够挺过我们的2023年 then就当然有好就会有坏咯 就是也有一些project也不是那么的顺利 然后也不是那么的完美这样子啦 粗暴一点就是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也不能全怪他们 我觉得也是其实a part of我们的responsibility as a production 去educate这个market 去educate这个client 就是like how to respect 我们的industry这样子咯 这样除了client project以外 我们自己in-house我们也开了一个很多道路 我们我们创了很多自己的节目 像是let's talk let's firm 然后现在还有let's go 就好像来像你们现在看到的let's talk 这个bocca series的话就是 我自己本身打从以前就是我会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我就很想要做这类型的content 然后就是像let's go的话是focus on 就是我们去experience不同 去review不同的equipments啊 然后去不同的地方 就用我们的credit方式去拍摄 然后甚至是let's firm是more on 就其实也是thanks to tiktok的出现啦 就因为tiktok出现我们就来 不如我们就做一些比较short form的content to build up我们的appearance啊 我们的influence这样子 所以你这样讲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因为有let's go的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还特地去举办了一个公司 第一次的team bonding 对对对对 去云顶 很开心哦 是 所以就其实就是来 是咯像你讲了 就是因为let's go let's go这个这个系列 然后我们就也借这个机会就开始了 start了我们的第一个first year的team bonding 然后也是借那个机会去share一些 我们可能怎样去拍摄啊 之类这样子的东西 这也算是我跟凯威第一次参加公司的旅行 应该是我们全部人第一次参加 全部人第一次 然后有第二次吗 第二次当然就肯定是会有的咯 就其实就接下来接下来你要讲 会不会有更多 我觉得会有因为最主要就是我的whole reason 我们为什么办这个team bonding是来to 让全部人involve在一个 一个task里面 一个project里面 或者甚至可能是一个 联络感情 就team bonding team bonding主要的用意其实就是为了要让全部人involve在一件事情 然后大家去blend去execute甚至去enjoy 然后来达到一个很好朋友 因为就像我们daily operation的话就是post production是post production production是production so就很多时候可能交际的比较少 交际也是在那一个接棒的环节那边 就是like ok我排回来了 so你们接棒去edit还是post process这样子 so可能在很多那种沟通交际上会相对的减少 then就大家可能都没有办法就深深体会全部人的那些pin point 还是challenge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 你可以更认识你身边的同事 你可以更加认识他们 对 就是在planning的时候 可能会有不同的ideas 不同的一些想法 so就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opportunity 去互相认识对方 我觉得讲到好像就是让大家跟互相了解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这个team bonding 其实我们的short film 因为你讲好像每次post production 就是post production productive production 可是因为我们自己有create short film 这也是我们自己本身in-house content 然后这个short film 它不只是involve for production的人 就是post production的人他们也是会来下来 就是production帮忙这样子 这样也不只甚至我们operation也被拉下去 所以是咯 就今年另外一个很大的突破 for我们in terms of公司的话 就是basically我们有第一部short film 第二部short film which is directed 跟written by kaiji 然后我们接下来 要算是接下来 要算是接下来嘛 就是那其实已经拍过了 然后现在准备要release so就是三部short film 第三部是directed 跟written by Cynthia 进来我们touch out short film这边的话 就来不如你们 各自经历过的人来分享一下吧 就这一个 黄导黄导 我自己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是不知道我自己到底那个时候是怎样导出这一部 这一个short film的 就是会好像觉得自己真的做了这件事 好像一场梦 没有想过 他可能会在想 可能是有些人会在讲 哦这样肯定是被小孩逼上去的 就有点 我真的能lead到人 我真的是能指导大家工作人员 还有演员去演这个东西 我会幻想 原来我真的做了这件事情 这样你现在经历过了两部 就这一个现实跟你当初的那个doubt 你觉得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领悟 我觉得要对自己的作品要有点信心 就是我不能怀疑自己 我真的是做了这部东西吗 我应该是要觉得 我确实是做了这部东西 我不应该要怀疑自己 因为我是真的实际上已经拍出了一个短片 不只是一个 是两个 是两个 其实我自己当初也是来 不止开启啦 就我自己也是调了一下 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吗 你们doubt了 doubt了一下 三步出来 所以真的是会doubt了一下 就是尤其是在第一部的时候 我真的是 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太多的 因为一路以来我们拍的是属于比较commercial 然后比较corporate 然后比较advertising的 so来到这种sentimental touch on school 4类型呢 我自己本身真的是没有经验的 在前面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任何经验 然后当下其实在第一步的时候 我们in terms of our 我们的人力人员上其实大家都没有太多的经验 应该这样讲 就是大家习惯了corporate commercial 你突然间穿去shoffle 配合上可能会有点小小的混乱这样子 没有配合到这样好 而且你知道当下我们其实整个整个整体上的人员的那状态是 Synthia刚刚加入 对 然后心仪还有文心是intern 然后就是整体上就是来感觉好像很fragile这样子 然后所以that's why我其实那时候很到 很到我们做不做得到 ok我还是做出来了 然后做出来了 然后就趁什么 趁新年的日子 不是趁那个火啊什么 然后就出第二部 是是是是 然后其实去到来到第二部的时候 我反而没有这样多顾虑啊 就对我来讲我已经没有到了 可是如果你讲我们的感受的话 可能我跟凯薇身为editor会有很大的感受 是因为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平时就在公司剪片而已 但是因为可以借这个短片的机会 还有let's go 我们可以去到外面参与拍摄这样子 是不是的话凯薇应该会有什么想法 刚进来他刚进来的时候是拍2.0 然后他就被我们拖下来 开会我们有一个拍摄在9号 其实我是蛮anjoy的啦 因为我也是不只是想要一直在office里面 我也是想要学sowing啊灯光那些 所以来了这几个月 学了灯光啊 还有学了送院啊 所以也是ok哦 其实你记得你自己来了最久吗 就达到现在 三月 三月进来 三月 哦11月 因为我们是四月去拍那个第二部 对 是 如果这样你讲overall的话 就是in terms of我们 是in terms of business sales performance 我们我们确实是有点小差 呃也就是没有到我们预计中的那么的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在用回开膝盖这样 就是有时必有的 就是呃我觉得是一个2023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transition period 就是transition in terms of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company culture system 然后整个overall就是人员的一种building up 我觉得这一个是算是我们的一个gain啊 就一个gain in terms of 在2023里面 so 进来我们已经刚才已经聊了 就是呃 公司in terms of overall的那些2023 现在我觉得我们进入一些比较personal level的 就是 在2023里面就是 大家 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突破 谁要先来 嗯 就是我觉得 我刚才讲的是 嗯 做了灯光师 还有做了那个收音师 对 其实不只是这些 而且我从零开始学AE 就是以前一路以来 其实我都很想学AE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 我只是一直在做PR的东西 就没有做animation 是完全没有接触到animation的 然后 这个领域对我来讲很陌生啦 然后进来的时候 然后我的老板就讲 诶 叫我可以出来看做那个AE 然后我就诶 我也是ok啊 我就想要挑战看看 然后结果我就真的是 嗯 做了一个 full animation的video 是 不只是一个 是十个 十个 就一个series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是 蛮有成就感的啦 对于学AE这个 然后我也是上网找了他很多的东西 啊 short cut key啊那些 那现在应该是神级的level 就呃 其实当下你收到这个task的时候 就是来要用after effect 然后去做这个animated的video的时候 你当下的 其实你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是 我是蛮有信心的 因为我喜欢啊 然后我就会 然后去做这样子 你一直做到后面的时候 会不会有那种崩溃的感觉 还好耶 我反正蛮觉得可以学到新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就去上网找他的解决的问题这样子 是 其实我用到现在我都觉得AE很烧脑 因为有时候 我做了后面的步骤 如果我前面 我就发现到我前面做错了 可是我后面的步骤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要重新来过做的一次 然后还有算法算术啊 还有一次我看到更奇怪的技巧就是 凯威居然用calculator来算AE 用calculator算 可能我比较强迫症 其实也没有讲说不能靠逻辑 但是就是有时你要跳出那个 跳出那个逻辑的框框 就是你要可能就更加 我觉得是after effect会更多 更加天马行空 其实有一个小东西 好像他在PR里面 如果你要加快那个video 你是数字越大 那个video越快 可是其实在AE 你的数字越大 反而那个video就越慢 对 所以像Sinthia讲的 AE真的是没有逻辑的 对 记得刚开始我学AE的时候 我一直在翻开心 开心为什么这个不能 因为我跟着做同样的东西 那个步骤是一样的 可是我把这个步骤 放在同样要做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做不到 所以我才想 它是一个不可以用逻辑的方式 就算Sinthia不烦我来教 我就在剪我这几个片的时候 你就听到Sinthia 一直在那边碎碎念 一直在complet 哎呀 什么 我会在我会有一个 那种会自在念念念念念的那一种 而且是念出来的那一种 是是是 不好意思啦 就确实啦 就after effect after effect是好 是一个很interesting的 platform 不是platform application 然后可以 真的是给我们发挥我们的creativity 之类的 但是就始终 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习惯 所以我觉得AE这东西 还是给我点时间磨练一下 这样 我来讲一个 我比较擅长的了 啊 finally 突破一个 哎 学会Phaedron了 从以前讲要Phaedron 要讲要飞很久 以前有人讲要教过我 可是 我到我左了 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教我啦 untie我进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根本想要提醒 讲说哎呀 我想要学Phaedron 然后就想换去教我 然后我就学会飞了 我觉得什么 achievement 可能接下来 现在下一个目标 就是去拿来生 我去考 FPV 我有想法 想要挑战FPV 是 是其实就是 就 Drone 我觉得Drone 的难度 以前我会觉得Drone的难度很高 因为basically 就是你要顾着 画面 要顾着那个Drone 自己的飞行的那些 那些Path 有没有 会创到东西 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些 但是现在就是有FPV 我觉得FPV的 其实对我来讲难度很高 因为我觉得 它的空间很小 如果你要飞那种 而且 而且 而且它很快 它速度很快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最大的挑战就是Basic 我觉得The Moment 我把那个Google 带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是 那个就转 我跟着转 它就好像在 你好像顺利器径 顺利器径在打游戏 因为你姓氏是鸟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 whoever能够 能够 能够 就 就在Gentine的Tinboard那时候 我们已经见识了 谁是可以 上那种Rollercoaster那些 就可以Rollercoaster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插一下 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Let's Go 肯定 这边的话 就只有我跟凯威 敢坐那个跳楼机 还有 所以CC 你们三个坐 那时候 我是一开始 我就讲No的 我不可以 而且是刚好 拍到那个画面 是 从 我跟凯威 两个在楼下 就听到 然后就 开启的声音 就开启 还真的是 是 so maybe 我们下一个Tinboard 我们再挑战 另外一个Tinboard吧 挑战另外一个Tinboard 就 看一下 看一下还有什么 更刺激的 maybe 就 我们就敬请期待吧 ok so 你讲 飞转 学会了 转控制 之类的 so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突破 我觉得 个人突破上 在今年 就是因为 除了我们讲 A3 我们自己开始 做自己的branding 有这些in-house content 因为我看到了 我们A3 做的东西 然后我就算 也算是 好像启发我 所以就让我 自己去思考 去build out 自己的personal branding 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也是 就是有跟 商货讨论 讲说 不应该 觉得我 可不可以 去buy出这一步 然后商货也是讲 ok你去trial 所以我就有trial 去build自己的tiktok 自己的youtube 这样子 我觉得算是一个突破 其实这个youtube 这个东西 我从进行 读书的时候 就已经有想过 其实 从我2016年的时候 开始去读大学 到现在 我才真正的 就是这样子 有concentive的去做 我就觉得 就是算是突破吧 以前也没有想过 的东西 就我觉得 就是来 进这行的人的 第一个想法 都是youtube 要进youtube 进这行的第一个 第一个想法 肯定想说 ok我要去youtube 然后可能有一天 我成为百万youtube的 百万followers的youtuber 之类的那些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 这个想法 我现在想好 我的退休plan了 就是你看 50多岁60多岁 Cynthia拿着camera 去外面环游世界的时候 去拍啊 这样子 然后介绍那些器材啊 来啊 器材可以sponsor 是 这个 所以你讲到 这个personal branding的东西 so这个我觉得 也是a part of 我们2023的一个 一个initiative 就是basically instead of 就是 只是 build H3 as a brand 我会比较 prefer 就是build 就全部人 都有自己的 发光点 散光点 然后 就是大家come together as one 然后去 去bring up 全部东西 这样子 这是以前我 没有confidence 做的事情 然后因为 我没有信心嘛 然后看H3做 就好像 感觉自己可以 try一下 就问一下 想法 你觉得ok吗 你去做 我就ok 这样我就做 so 就是 如果 如果 如果你们 你会问 现在就是 接下来我们会focus 什么东西 我 对我来讲 我会是来 想要focus 就是build 每一个人 就是每一个 members 自己的一个 强项 自己的一个 发光点 上光点 甚至可能有一天 那些 五年后 十年后 大家只能得 某 这样 某一个人的名字 比较响亮 我觉得 it's not a bad thing 因为 basically 它还是 a part of 我们的 我们的努力 对啊 我觉得h3正好 给了我们一个 很好的 舞台去 发挥我们自己的 三光点 像是今年 我对我自己 2023年的突破 就是 我身为一个 editor 但是我又去 参与了导演 然后我也参与了 一个制作人 然后到现在 我最近开始 长camera了 但是 我还不敢拿 主机先 我就先拿 一个木偶花絮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突破 so so竟然讲到 这个突破 其实凯奇的突破 我是看到来 从 他刚进team的时候 他很明确的 普拉圣跟我 没关系 就是普拉圣跟我 没有关系的 他是一个很明确的 so 他慢慢慢慢 就这样子 被推啊 推啊 推 被拉 拉到前面去 so 你自己 有没有想象过 自己会 会pick up 这样子的一个突破 或者是来 会 自己会去 pick up这样的challenge 如果你讲导演的话 我是从大学 就会有一个 这样的梦想 但是我是没有想到 我自己会参与 做一个制作人 然后到现在 我一开始拒绝 拿相机的 现在我变得 ok 我决定可以学一点点 我看你拿相机 很开心啊 拿BTS 就做给你 是 so 对咯 就是basically no harm的尝试 就是 而且 就是当你去到前面啊 你就可以跟理解到 就是在 哦 production的 面对的问题 然后 production的人 进来来 或属打选 可以知道说 不属打选 会面对的一些问题 这样子了 开启 你还体会到我了吗 什么时候 到底体会我一下 我现在一路来 有在体会的 so 你经历过这个来 从 as an editor 来去到 Flynet的话 你自己的 歌 你会有什么样的 一些领悟吗 或者是来 什么样的体会 样子 从这个突破 我就觉得 每个人的职位 就会有每个人 自己懂的 那种很辛苦的 心酸 所以 可能 editor 我就觉得 我是剪片 一直赶片 但是别人 为什么就不懂我 然后当你去参与 其他的职位的时候 你就会可以感受到 对方的辛苦是什么 对 对 就自己的 自己 每一个position 都有自己的痛点 so that's the whole reason 为什么我们会 比较推崇 就是每一个人 去experience 不一样的role 幻子味这样子 对 就不一样 因为 对我来讲 就是 你会多一样东西 绝对不坏 因为 你会的那东西 是永远跟着你的 像这里 我也想分享一个 2023年的一个 一个memory这样子 就是在7月的时候 我们公司就办了一桌 像是annual dinner 可是不是annual dinner的dinner annual dinner不是annual dinner 对 我这里 我这里也要分享那个故事 然后我们就 全部人都被邀请去这个dinner 然后直到现场 我们才发现 原来这是一个 lion's club的一个蜿蜒 然后最主要的是 我们完全都不知道 哦 原来我们的 shangwan 这里现在是 president of lions 是 是 如果你要讲 自己大突破 就 我没有跟你们 mention comment 那时候 叫你们去dinner 还是我就纯粹只讲 啊 来来来 lidner lidner吧 确实是lidner吧 那我就不知道 什么事 我就跟着去 我们去到现场 才发现 原来shangwan是president 他有他的照片 对 翻开那个 对 我那时候是知道 还是不知道 这么我觉得 我好像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 你跟我们讲 我才知道 哦 这样 那时候我就问你 什么事情 哦 所以 那时候我应该 只是跟他稍微 mention一下 然后我讲说 OK 叫全部人去 这样子 呃 so 2023 我自己personal level 的一个突破 我觉得就是 basically 呃 这个presidency of 这个我们的 市值会 这个lion's club New central 高伦波 open up come to war then 我就觉得说 OK 竟然我在市值会 已经 已经 一段时间了 maybe it's time to pick up 不一样的一些 challenge 这样子 so 我就 pick up 这个challenge as a president of the New central Guala Lumpur 的市值会 then 你要讲 一个怎样的 体验啊 我觉得 对你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是一个 一个不错的 体验去 更 认识人 看到更多的东西 更懂人 人 人 人见事故 人见事故 这样子 因为 其实 for the past three four years 我在 市值会里面 我最主要都是 其实 都是比较 more hands-on的 就是 有一些什么样的 charity活动啊 有些什么样的 一些 contribution啊 那些 我都是比较 more hands-on的 因为 毕竟 就 你供不了 你 你提供不了钱 你就提供利益咯 提供时间咯 所以我是一个 比较 hands-on down to activity 的人 then 就 今年 pick out 这个 road as a president for 一年的时间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 最主要就是 认识更多的人情事故 然后认识更多的 这些 所谓的 愿意 把自己 时间 贡献给 慈善的 贡献给 charity 的人 这样子咯 我也是 参了 相换去 就是拍了几次 也是 相换去带我 见四面 就 真的是 可以 我这样讲吧 对我最大的领悟 就是 basically 让我 见识了 我们行业以外的 的人 的 一些事情 然后甚至 就是很多时候 真的是能够看到 在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里面 一些我们可能 看不到的一些事情 看不到一些故事 这样子 so 你要问我 最大突破 personal level 我觉得这个是 最大的突破 我们还一起去 见证那种 对你们来说 是懵懵懂懂的 就 哦 见证了 是 因为 是咯 就 我也不懂 为什么当初 我没有mention 我就想 不用紧了 我们就整天人 去吃下这样子 好像Danny Scarlett 他们也是不知道 对 对 是什么 真的是大家 需要现场才知道的 我们去趁势 是 是 这样 讲到的话 我就觉得 可能2023年 大家都会有 自己一个 最难忘的事情 最难忘的事情 personal level 就是 对 自己最难忘的事情 我最难忘的就是 Sunset Roll Coaster 演唱会 因为 其实 他们是 我知道很多人 不认识他们 可是 他们是很少很少会来的 因为他们在malaysia 其实也没有讲很红 你看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们 对 我是绝对不认识 对 所以 我就吓到我 因为我年头的时候 有许愿 希望他们可以来 然后可以听 我就不用去台湾了 结果他们就来了 那我就顺利的买到 可以做足的票 那我就顺利的去看 发现里面罢 这个月发生的事情 开关 开关 是 就 就是 你想 你想要什么的 什么的那种 是 想到这个演唱会 有啦 刚刚A1也是这样 我跟凯文有很多的共同点 你讲演唱会 我长这么大 就是我今年是 第一次去看演唱会 然后我第一个演唱会 还是带我妈妈去看的 就是我妈妈的生日 我带她去看 她的偶像的演唱会 然后就等于 我叫任贤奇唱歌 给我妈妈听 哇 消失哦 这是我第一个演唱会 今年 我就觉得 哇 以前没有感受过 而且 可能以前经济能力 也不允许 没有做工 还是什么 我就不会 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就看了第一个 有了第一个 就会有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我的偶像 张学友 他在公司枪跳 这个真的是很痛苦 这个他看了 张学友的演唱会 回来 一直看张学友的歌 其实到现在 还在看她的歌 哇 枪她的配合 而且那时候 我也是跟凯文这样想 我想说 哇不懂张学友 今年会不会来 就是开concert 然后会不会来malaysia 结果他就宣布我 开concert 然后结果就宣布 来malaysia 然后我就想 我不管什么票了 vip直接冲去就对了 然后真的是冲vip 然后那时候是 全公司的人 真的是在帮我抢票 我这边要分享一个 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我们全部人都用 手机啊 电脑啊 就是为了帮新跳 抢那一张票 而且到最后 为什么会抢到 所以我们用了公司 最贵的电脑 他们付电脑 开启的那一架 是 而且那时候 我记得其实 都很多人 都一直在 在online 买不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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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我在看 他们在抢的时候 我就在想 嗯 就不懂抢到没有 我跟你讲 进入那个画面 页面讲 要写资料的时候 他们真是见证 我整个手抖 然后我的资料 达不起全 你知道吗 我就一直在抖 达错字的那种 当我买到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 好像做梦的那种感觉 然后去到现场过后 更加 我前代这个张学尔的话 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看 就我 就是 我看任性期的时候 跟我妈一起去嘛 就至少一个半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 一个人去看的 所以我是 不知道 我会expect什么东西 我就 我也没有care啦 就 我觉得蛮勇敢的 就自己一个人 这样子去看演唱会 那个不一样的体会哦 是 然后我听了他的演唱会过后 我觉得我现在听他的 从YouTube听他歌 我没有那个感觉哦 再来一次 70岁的时候 他在看演唱会 给那些买不到票的人 对他们来讲 哇 好羡慕 这样子的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在Australia的 他有跟我讲 如果你买到张学尔的话 你去现场 你要记得 video call他 我去现场 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了 我就是high到 我根本忘记了 到我上了RT过后 完了啦 我会做RT回的时候 我忘记video call我朋友 然后我朋友 其实也忘记了 或者是他可能都 他不记得 他不记得那个日期 其实因为 不是他买票的嘛 他不记得 我几时去看了 然后我是等回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忘记video call他 他就 算了吧 你就从我的story看吧 他的story是spam的那一种 我会一直看到 新家的story 你可以看完整个张学尔的 全款式就在他的story里面 我还有一些片段 还没有放在收着 要post才可以post 他偶偶还会show 我们一两段这样子 后续后续后续 这是什么 post concert syndrome 后续症 对 很严重 so 开一位演唱会 新家演唱会 凯琪 你不要跟我讲 有演唱会 对啊 开始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有点特别 就是我终于在 2023年 特担了 派手下 是 so 其实我蛮吓到的 就是那时候 就 I mean 就从 从我们 认识 开启 开始 就是 就 他就是 他就是 开启 就是那种 比较 sweet 是什么 这种斯文 这样可可爱爱 这样一个女生 然后你看他 谈一个恋爱 过后 所以整个人 不一样 然后 本红泡泡 到完 而且你知道 有什么一件 最惊讶的事情吗 到我生日的时候 A3居然把他给请来了 跟我一起 庆祝我的生日 没有 没有什么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I mean I mean I mean 是咯 就公开了 过后 不难找了 so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在想 probably这个也是要 bring out一下 就是basically 我们 我们在A3里面 最大的一个challenge 就是 每到 有人生日的 哪个月份的时候 就要在想 诶 难了 难了 难度一次比一次高 真的是难了 而且开期的那个 其实 你刚刚 谈了一个男朋友 就变成 诶 我们有一个 big surprise给你 然后我们就可以 invide他进来 这样子 是 so 也不难找了 就 翻翻下 操操一下 诶 找到了 so 你怎样知道 instar game hello 你每天都在 看他 就知道 是 so 呃 你的personal status 换了 有什么样的 感触 就是 从 呃 以前 以前他是看那种爱情剧的 他就 Sindia 你看得很sweet 诶 诶 没有 我不只给他看那种很sweet的 我要表达出 呃 这部戏啊 那个导演很会拍 就他把那种男女情节都拍到很甜蜜 反正你就是sweet 你要看这一个 你看这个很sweet 然后自从我谈恋爱了过后 我就再也没有反省掉 他自己 他自己体会 没有他自己直接现在散发出来那种粉红泡泡 他不需要逼我看 你哦 so so 来 我们停一下 凯琪就 呃 在status上的改变 对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 感触或者是领悟 这样子 变化 变化 我觉得生活变化 他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是因为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人陪着你了 嗯 就你再也不是一个人去 呃 可能我想打油啊 一个人去买东西啊 这些哦 打油 打油 心里表示不理解 怎么有要打油 没有嘛 因为你们两个人要出去嘛 就顺便 这个也许是我不能理解 ok 我相信想要在谈恋爱的时候也会有这种moment的 呃 可能 可能我们都是比较 比较logical 理性的吧 想要跟琪琪很理性的 可能我们是比较理性 so 可是我来讲 虽然甜蜜是甜蜜 但是 经营一段感情 是 还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 不容易 确实真的是不容易 想要换呢 想要换有什么难忘的事情 难忘的事情 我觉得2023没有太过specific 给我什么难忘 但是因为就是 呃 你要讲overall的话 就是 Aktree从2017年 到现在 就是很多 大起大落 风风雨雨 这样子 如果你要讲难忘的话 我觉得2023年算是对我来讲 在Aktree里面最 所以算是一个难忘的一年吧 就in terms of overall的转变 in terms of overall的一些改变 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们人员上的一些 就是getting better stronger 这样 so 难忘 我就会觉得 就是2023年 对我来讲 everyday都是难忘吧 就是有好的 有不好的 不好的 嗯 就算了吧 就 就天天 就日子 新的不来 日子还是要过 就 呃 then 每一天都要去来那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 as usual as usual 但是就是 呃 2023年 没有什么 特别特别特别难忘 但是就是我觉得 每一天都活得精彩啊 呃 这样 2023年 教会你们什么呢 我讲过了 2023年 教会什么东西啊 哇 这个 这个多咧 嗯 我觉得2023年 教会我 因为我来这边 做馆过后 我就觉得 我的生活变得很规律啊 其实我会有 我有自己的时间 自己有 办公过后的时间 变得很规律 就 难道你前面 二十多秒 就是 之前的话 会比较 忙到晚上 没有自己的 personal时间 对对对 所以 好像有点 工作时间 不是很规律 就可能得空很得空 可是忙的时候 也是很忙样子 就是比较不balance啦 所以我觉得 我会有很多 独处的时间 OK 所以 maybe是时候 帮自己改变自己的status 不要独处啊 有啦 我enjoy 就是学啊 学会跟自己独处 开心 可是我是support你的 我support你的 就是另外一种 不同的感觉 就是 step 因为是学生嘛 现在你是一个 要学会 自己管他自己的 所有事情 而且你学生的时候 你没有那个 经济来源 现在你有经济来源 所以你可以 我更可以去 你可以支配的东西 更多 对对对 不只是时间 要我做错 所以还有金钱 对对对 还有分配金钱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可以 做好朋友啊 我们两个 已经是好朋友啊 金钱那些 所以就对你来 成为一个 学会成为一个大人 哇 没有啦 就是一个 因为以前是学生嘛 现在就 不同的感觉 也是啦 I mean 从旁人啊 我不认为你们啊 as a旁人 就是看凯薇 从Day1 就不是走到今天 就从Day1到 到到今天啊 就 可以看到 他自己的改变啊 就是 就是 比较open 你先进来的时候 你静静不讲话 你知道吗 是啊 我需要时间 I mean 这个这个是一点 这个也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 来 他 可以看到 他自己的独立性啊 看到他自己的改变 自己的独立性 这样子 嗯 我觉得我会想要分享一个 因为2023年 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 经历 就是 我觉得我要对自己的作品 要有信心 像我刚才讲的 然后不止这样 我还要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因为一直对自己的不自信 所以导致到很多事情都会 不确定跟怀疑 嗯 自我怀疑 就 就 就 呃 我觉得 我可能跟 personality 跟你有一点 很接近 就是 我 以前也是那种 会比较 就是我做了这个决定 但是我会 做了那个决定的 immediately next step 就是我会去导自己 我做这个决定 对不对 或者是来 这个东西 可不可以 这样子 嗯 so 除了对自己有信心 还有什么 一下教会你什么东西 身边出现了 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人 有没有 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 呃 这样 呃 一些 一些学会一些什么事情 这样子 呃 如果你讲谈恋爱的话 可能 一开始会 比较没有那么依赖 到中间我就觉得 我越来越 依赖了 然后我就觉得 近期内我会觉得 这样不行 我不能太过依赖一个人 ok 嗯 这样是好事还是不好事 好事啊 就是我可以依赖 但是我要适当的去依赖 就懂 什么时候该依赖 什么时候该 比较 好像 自主一点 还是要等那个多 嗯 ok 来 Cintia 2023年教会你什么 2023年 对我来说 其实如果要category 我把我的人生category 这样子 I mean我的人生不包括 我前面从畜生小学什么的 就是我讲从大学 从大学开始啦 大学 大学时候做工 然后到2022年尾 我joinA3 所以我把 是如果讲2023年的话 我会把它再说 浅一点就是 2022年尾 我joinA3了 嗯 对 11月 11月14号 就是 让我觉得 2023对我来说 就是涅槃重生 所以就比较多 你的career life career life 因为我的career life 其实是影响到 我的personal life 又好像开会 这样子这样 所以我 所以我才讲说 2023年对我来说 是涅槃重生 然后因为 以前过得太糟糕了 就是 哎呀 就是身边的人 也会看得出 就是我会比较 negative 忧郁 然后 脾气很暴躁 一下子就会爆 现在还是会爆啦 就是会收啦 就是以前是很容易爆的 那种一点点就爆 所以你会是这样说 就是来 可能就是工作上的压力 就是可能工作的 环境 工作环境 面对的人 然后压力 就影响到 到好像personal level 就会好像 可能对我身边的人 会也是会容易 发脾气什么这样子 可是其实我本意 是没有这样子的 就这个是我看到一点 so after我离开了过后 所以我才说 我2023年 就是涅槃重生 就 哇 我人生是可以重来的哟 就 听起来蛮夸张 但是 但是确实就是来 如果听过他自己本身 在carrier 之前的carrier的经历的话 也确实真的是会让人崩溃啦 想知道更多 我们可以去发我们之前的 之前的bocast 对 我有讲过 之前的 有 有 虽然我不记得是哪一个episode 但是就其中一个episode了 10月前 是 哦那个什么burn out的是吗 对对对对 我那个也是share大概个50%这样子 是 其实在interview Cynthia的时候 也确实我们有feel到 她的那种 bragile这样子啦 就是能理解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生活的打压 carrier的bragile这样子咯 社会的毒打 没有到质疑那么严重吧 是社会的毒打 到我自己的话 就是2023年教会我一样东西 其实也不是2023年啦 就是在这几年在 经历过全部东西 我所学会的一样东西 就是 对你 就是basically对任何人好 其实都是出于你自己的 本意 那么肯定 也不能expect说 就是你对人家好 人家就会给你100%的一些 appreciation 也不要先不要讲回报 这回事就是人家 appreciate你的好 但是就是 你对人好 也会有人 就是take it for granted 也会有人会觉得说 Why should I appreciate so as long as 你自己对人好的 是你自己的本意 是你自己的一个 就是这样讲 就是basically 你的 if of kindness 是出于你自己想要 对人家好的话 我觉得就是 if without expectations 就是一个这样子 始终还是会 要认清这个事实 就是还是有人会take it for granted 还是有人会不appreciate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些年来 就是来让 还有2023年 让我学会的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不算是 不算是学会了 就是真的是 一切教会我 就是来 就是give without expectation 就是不用去 想说来 我今天对 我今天对人好 我希望人家对我 好还是什么之类 就是 就是一个 像你讲 社会的毒打现实 好人有好报 好人一生平安 就 自己 自己懂就好了 这种东西 这个是 这个是我觉得 2023年 教会我的 一件事情 ok so 讲到new year 肯定就要讲 就很多人都会讲 new year new me 这句话学乱 我不相信 后面在小小过后 把every year s do the sam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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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就 你们 对2024年 有什么样的一些 期待 或者是 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 想法 for 2024年 我是觉得 我希望我的生活 可以继续 平安 健康 幸福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平安跟健康 它不是理所当然的 不懂 对 所以我觉得 虽然有些人会觉得不重要 可是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当你活到30多岁 你就会知道 这个东西不是理所 是 还是哦 就趁年轻的时候 能免练自己的健康啊 生活啊 是最好 对 我们一去 全部人数是得去定时运动一下 我觉得 我们是时候 该想一个 一个activity 一个sport for 我们 整个队人的 就 让大家活动活动一下 开心内心 OS 玩了 玩了 打羽毛 全部到5分钟 就抽筋 是 就我觉得 就是哦 平安 健康 幸福 除了平安 健康 幸福 你自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 期待啊 之类的 可能可以学 更多的东西吧 嗯 OK 至于学什么 就不要去 不要先 不要先 生 生 生 像 这样子 就 勾搬的 不要离别自己 可能有一天 开尾 会给我们一个 出乎意料的 的 的 有吗 surprise 你想象中的出乎意料是什么 感觉 这个不是你 这个不是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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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吗 就是因为我才surprise 没有啦 就可能 可能那些 那些 可能有一天 他 他想出心来 某一个东西 就是在我们来 哈 凯威 凯威 那种 凯威超过凯西 凯西凯西 你看 2020年的期待 我觉得我会想要感受更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就我要感受更多人情世故 人情世故 OK 因为像新家讲 可能我的生活就是一直活在一种粉红泡泡里面 就没有被沾染到什么其他的颜色软料这样 嗯 所以我想要去多感受 因为毕竟我也是很喜欢写故事嘛 对 所以如果写故事 我没有经历点什么东西 就很难写出那种 让人觉得哦 刻苦 铭心 能感深受的那种感觉 嗯 是 经历一些社会读的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来经历 经历这样的时候去体验 或者感受不一样的那种生活的话 其实 很多时候 not necessarily是自己 自己亲自去 这样这样 就是进入去体验 但是也是可以可能听听 别人的故事啊 别人的经历啊 这样子来去 可能我自己亲眼看到了 对 自己 自己的 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 的一些 这样讲 就是自己所 所见识过 自己体验到的东西 我还以为你的 2024年的期待 就是 人生迈入下一个节 太快了 这太快了 然后 在后一年 我们就有一个小开机 就可能 到这些开机 我现在不得空 我要先setter另外一件事情 我先回啊 我要再问你了 是 所以 对哦 体验生活 等一下 今天呢 就 你 我的 2024年的期待啊 应该这样讲 我2024年 我反而会想要把步伐的放慢下来 因为我觉得2023年 我一次过Balm 有Balm太快了 就一直在冲 就很多东西就是没有那种休息的那种空间 所以头脑一直在process了 就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好像 overwhelming 就有点好像压过头 挤过头啊 那个脑袋已经要爆炸掉了 所以可能2024年就是slow到自己的pacing 然后focus more on那种比较小型的东西 details啊 好像可能improve我的skills啊 什么之类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也还是围绕在工作吧 就你自己个人level的一些期待 或者是 个人level没有什么期待 我觉得可能人生放慢脚步 就反而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就有时候我觉得 我可以resonate一下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快快快快快 快到都忘记掉了 其实来 你其实就好像来 你驾车驾太快 你根本完全来不及看你 你的旁边的风景 你就是一直快快快快 到终点人家问你 在路上你看到什么 一阵风 可能太快的那节奏 会让自己去totally miss out了 整个那个progress 是忘记了去享受那一个过程 这样子 就是 一般就是这样子 放慢下来 可以看到更多东西 然后可能跟凯威一样 就是 享受 独处 独处的那种生活 那样子 你别再学凯威啊 全部都跟我一样了 没有啦 当然啦 如果let's say 好像凯琪这样子 突然间那么幸运遇到 ok咯 整命片 每个人人生不法目 没有 没有很特定讲说 一定要在几年几年里面 I mean 该出现的事件到该出现的出现 like 也没有什么 讲说 就是一定要rush for something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反正我现在enjoy我自己的生活 因为 like 有一句话我相信 like hurry will kill you 就是like 你在 一直赶赶赶赶赶赶赶 你赶事件 赶行程也好 还是你在赶人生也好 可能你赶的通时 他就更快的结束这样子哦 就放慢 放慢自己脚步去 去android 那些moment 然后 也不至于 享受读鼠是件好事啊 享受这个 but then 就 就也不至于到 就是 单独一个人 I mean 有啦 也是有跟朋友啦 对 就是要 有适当的一些社交啊 适当的一些 一些 social social interaction social network 可能90%载你 变成80%载你 是 I mean 至少 至少我觉得 就是like moving on a part a part of 我 对2024的看法 是我觉得 我们需要更多 就是in terms of 我们team 我们需要更多 这种 activity project 去bring up 整个这样子 那要享完呢 我自己的话 其实 因为很多人 就像我刚才讲 就很多人讲 new year new me 但是对我来讲 我从来不相信这句话 因为就是 通常你讲 new year new me的话 下一秒 就是 1月1号那一天 说来 OK 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 还是一样 要吃饭 要喝水 要睡觉 要工作 然后 every day the same 所以反而 反而我 我觉得我的 就你想说 期望 2024 什么话 我觉得 就是like keep我们现在 就in terms of H3的话 就是keep我们 现在的 vibes keep我们现在的 culture 就是like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然后里面的 每一个 members 人员 就是大家可以 就是进步吧 就是like day by day的 进步 这样子 business performance sales这些 都是要 都希望是可以 更好 或者是 better compared to今年 还是一个 上升的 一个趋势 这样子 then on personal level 的话 我觉得就是 继续活着吧 所以这个才是 重点 要健康 这个是重点 就是继续活着 就是the moment 你活着 你一天活着 然后你 你有什么梦想 想要做什么 都可以 你要督促也好 你要 结婚也好 结婚也好 就真的是 我觉得 对我来讲 我每一年的 每一年 对下一年的 期盼都是来 只要你还继续活着 还有一口气的话 everything is possible 就你想要什么 都还是有那个机会 家庭成员 大家都健康 对 就是 就自己的家庭成员 开心 健康 就自然而然的 就是对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算是一个 一个好的 就是至少你没有一些后顾 你没有一些顾虑 然后你可以跟 跟全面的focus在 你想要 前进的道路 还是你想要 dream的life 这样子 2024年 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年 不知道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一定会的 一定会 我们可以把开关 一定会 讲好的 2024年 我觉得就是 你问我的话 我会否信 就是我们H3 肯定会有更多 新鲜的东西 肯定会有 growing stronger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 古古怪怪的东西 会让我们遇到 but then就是像你们刚才讲 会不会有second team morning 会 我们会有second team morning 几时 哪里 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接下来 可能大家需要去探讨的东西 那么还会 像之前 之前我们就讲到 short film 123 然后会不会有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我觉得 这些project 还是会有 肯定会有 就是只要 as long as 有ideal 有initiative 我觉得都会有 只是会不会是short film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看各位的一些 有没有什么新想法 有什么新idea 或者是新的题材 所以我们就从那边再出发 这样子 至少 至少我们现在知道 是接下来 我们有一个documentary 这个先稍微透露一下 就是细节 就先不先讲 但是就是我们接下来 会有一个documentary 算是我们第一次尝试 也是一个新的突破 嗯 也算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全新的突破 then 我觉得 我现在还突然想 讲到documentary 我才想起 就是 我们 2023年 其实 H3也是 第一次 contribute了 CSR 就是开启 也下场做 BTS 那一个 是 对 是 so 也算是 upcoming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稍微 先不透露 这样多 卖个关子 大家尽情留意 yeah 就先 就 stay tune for 这个 然后我觉得我们 这一集的podcast也 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 2023年 我只能够讲 对我个人 我觉得2023年 算是一个 epish 值得我去感谢的一年 然后2024年 当然就是 像大家想的 就是 更好 更进步 so before我们 end 有没有什么 想要 对自己的 2023 还有对 来的 2024讲 跟你一样 就是 thank you 2023 然后我们来 2024 new year new age ok so 在 这样多episode 下来的话 其实我们也 有一直在 放心我们的 focusing 放心我们的 就是希望说 能够提升我们的 quality 提升我们的 整个 整个 氛围 这样子 那么如果说 你们有什么一些 想要和 我们share的 都欢迎你们 在comment 去跟我们分享 或者是认为说 你们觉得 有什么意见 要给我们的 我觉得都可以 在comment 去跟我们分享 如果有什么 negative的那一些的话 我们也不是 讲不欢迎 但是就是 我们都是respect 你们所放 你们所分享的 你们的 所留言的 这样子 Alright so thank you